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安民 今天我们再来聊一期司马兰关于拔羊柳这件事情的一个后续 就是联想以及羊柳招募的那270家自媒体现在围攻司马兰的这个事情了 说到这儿啊,然后就得来说今天早上我刷到了一期司马兰去报案 就说有人对他进行一个名誉侵权,对这个司马兰进行造谣 他自己以前被别人说成什么美国人,现在被别人改了名字了,改成叫司马剑男 批了一张之前他很多年前的一张照片,然后弄了一个煞有介事的那种假护照 而且在那个说明当中啊,专门还说,这个护照啊,是司马兰以前很多年前用的 现在呀,人家都没用了,所以说呢,这个是他的那么一个黑料 关于这个事情啊,我也是给大家说说我的一个看法 说说我所知道的这个情况啊,首先第一个,就我自己所知道的而言 司马兰肯定不可能是日本人,由于我对这个司马兰呢,我其实了解他认识他 起码也在十年以前了,说句真心话,之前我对司马兰的印象真的不是很好 为什么对他印象不是很好,那首先就源于对这个老方的印象不是很好 方舟只是谁,我想很多人都知道,他干的是什么事,我想很多人呢也都知道 我看了很多期,这个司马兰挺方舟的事啊 所以说之前啊,我就顺便对这个司马兰印象也就不怎么好了 原因也就源于如此,你说这个司马兰他真正做了什么事呢 我们到今天为止,不偏不一的来说啊 除了在曾经的那个什么,转基因这个上面 其余的好像我还真没发现司马兰有啥大毛病 你说这个人啊,他万一是羡慕美国平时说点什么老美的好话 说句真心话,这个有时候真的难免 一个人嘛,你只要本质是好的 有时候那种羡慕别人那种有钱的,说点那种别人爱听的话 说点那种言不由衷的话 我是觉得啊,有时候真的是很难避免 毕竟嘛,这个人是吃到五穀杂粮啊,你人是有感情的 你不是说像什么机器一样啊,你没有什么情绪 没有相关的利益纠葛,啥都没有 而你人是个什么社会性的这种生物 所以说你相关的其他东西啊,那千年的东西那可多了 然后第二,关于司马南报案有人造谣这件事啊 其实我的一个看法是,他首先在这个自媒体上做一个澄清 这也是很好的,因为相当于先礼后兵嘛 如果你对我造成那么一个恶意的名誉损坏 我先在这个视频上给大家说了 你们广泛传播也好,你是故意造谣也好 反正我先给大家说说,如果你们还不收手或者怎么怎么样 那好,可以采取后续的一个手段 先在这个视频上这么说了以后啊,如果对方有所收敛 那好,那个自然也就快算了 如果对方不收敛,那然后其他再采取相关的法律手段来解决这个事啊 也算是先礼后兵,有灵有节 然后第三个,我在想司马兰老师在他视频里面所说的啊 就有很多人那种什么恶意造谣啊,那种视频 现在啊,他做的非常的高明 比如说,从一个源头 一个源头他造那么个谣,我们姑且把它称为那个A,对吧 从这个A点发出来以后,他发到那个B点以后 这个BC或者说D,这后面的些人,然后就看到这个视频以后 后面的人他就形成了那种转载,对不对 而这个A呢,他就把那个源头给删掉 后面,然后所有的其他人再看到的视频就是从这个B,C,D,然后转发出来的 而我是在有那么一个想法,如果真的是很多很多 自马兰现在在这个自媒体辟谣如果也没用的话 我是觉得啊,他后面完全可以采取相关的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一个权利 因为你造谣,对我已经造成很大影响了 现在呢,我发这个自媒体视频给你说了,让你不要造谣 如果你还要继续造谣,那好,我觉得呢,是就有必要啊,揪出那某一部分的人 相当于来做那么一个杀鸡儆猴的作用 既然你什么有100家,1000家,不需要那么多 我先就拎个30家,50家 把你这些人找出来以后,分别起诉到那个法院去 因为真正进入那个程序以后,会有专门的相关的网警 现在上网很多的都是实名字啊,你不管是手机也好 或者说是你通过那种网址也好 你网址的位置是有定位的 身份信息也是实名字的 所以说通过相关的技术是能够找出那些人的 只是说呢,数量很多,意识之间对每个人如果都要进行追责的话呢,也是不太现实 所以说呢,挑选那么什么三五十个来进行追责 然后要求他们进行那种什么名誉侵权的那种赔偿 然后加上在那个什么自媒体账号上道歉 或者说相关的那种什么报纸上啊,进行那种道歉 把这种方式如果融入进来以后 我觉得啊,这种用法律从根本上来贺阻这些造谣者 我认为呢,才是根本的一个途径 然后第一次我就想说 这个网上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 甘愿接受那个什么三百块钱 为了那五斗米,然后而折腰 就说你一个人啊,你不管做啥事 你首先得还是有一个自己的基本信念啊 如果这个事情我不太了解 如果这个事情啊,我本身呢 不是愿意所说的那种话 为什么凭那么三两百块钱 你就一定要去说那种言不由衷的话 你就一定要说那种违背良心的话 我真是不理解 在今天这么一个自媒体时代啊 你每个人你只要发表了自己客观的这种观点 你输出了自己有价值的一些东西 你哪怕在这个拍拍视频那么随便说说话 按道理你自然就有钱的啊 你自然这种什么视频收益 很快就会有那个三百块钱啊 而你如果选择那么一种方式 获得别人给你的那么什么三五百块钱 然后你发那种违背良心的 违背公理的这么一种视频 你哪怕现在拿到这三百块钱 这些人你有没有想过啊 你会失去些什么 你会失去很多粉丝 你会失去很多人对你的这种关注 而你这种失去我是觉得啊 有可能远远比你这三百块钱会多 而你自己拿了这三百块钱 区别可能只是在于呢 比如说你现在马上发个视频 你可能呢这个视频拿不了三百 而你为了就是别人给你的那种 就是黑司马兰的视频啊 别人就可以马上给你三百 区别啊只是在这里 其他的我是感觉啊 没有任何的区别 而你得了那三百块 你就失去了那种 根本的那种良心的那种东西啊 这些难道你就一点都不算吗 因为一个人呢 有时候你不能完全光说那种什么 钱不钱的事 钱虽然重要 但是毕竟来讲还不是第一啊 他不是全部啊 通过这么一件事情 我是觉得洋柳 洋柳 真的特别无耻 你说一个人嘛 你高尚也好 无耻也好 你什么事情 终归来讲 你都是通过你做什么事情 对不对 你做这样事情 让我觉得你很无耻 你做那样事情 我觉得你很无耻 而不是说你什么事情都没做 然后我就给你扣个大帽子 我觉得你无耻啊 我觉得你卑鄙 不是那样子的 而这个洋柳通过这么一件事情 我认为啊 他做的真的是挺无耻的 通过给别人放黑料 做出那种无中生有的那种谣言 其实这一点啊 我是认为啊 既是违法又是可耻 这种行为啊 说白了就是彻头彻尾的耍流氓啊 但是啊 说到头说到尾 我就是也不明白啊 事情这么久了 你说这个前前后后也有一个多月了吧 但是为什么就没有相关的权威媒体来进行一个跟进 没有一个那种官媒 就是比较大一点的官媒啊 小的媒体还是有的 比较大一点的官媒 来对这个司马兰针对你质疑联想这件事情 做那么一个比较权威的评述 所以说这一点我也是觉得非常的差异 然后我们回到司马兰今天被 就是说这个网络谣言 造谣以及重伤这个事情上来 其实我是觉得呢 知道这个事情前因后果的这种网友啊 我认为呢 大家可以对这个事情啊 多多的转发一下 毕竟来讲每个人的力量啊 他是有限的 你说司马兰现在粉丝都五百多万了 毕竟来讲他还有很多的那种人 不是他的粉丝 甚至还有人就搞不清楚这个事情的一个来龙去脉 也许他以前看某某谁的视频觉得还不错 然后就觉得他这个人说话挺重听的 觉得他说话挺有道理的 然后他说了这么一个司马兰的事情 最后呢大家都觉得司马兰这个事情 可能呢是司马兰的不对了 而相关的这个转发的人越多啊 我也是认为呢 应该来讲可以起到一个相比更好的那么一个作用的 哈喽朋友们 今天下面的一个分享的就这些 关于这个事情啊 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大家视频下方留言评论 喜欢下面的包点点关注 好的谢谢大家